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这个人类历史上从未有过的崭新构想 是在1992年党的十四大上正式提出的 我国经济体制改革确定什么样的目标模式 是关系整个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全局的一个重大问题 这个问题的核心是正确的认识和处理计划与市场的关系 世界的发展和认识的深化要求我们明确提出 我国经济体制改革的目标是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 社会主义市场经济 就是把市场经济与社会主义基本制度有机结合在一起 既发挥市场经济的优势 又发挥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 那么这样一种经济体制将如何建立 在这个目标的指引下 中华民族的复兴之路又将开启怎样一段新的航程 上海浦东 今天中国最具吸引力的国际金融贸易区 它像一只头燕带动着整个长江流域地区 共同经历了中国经济高速成长的黄金年代 然而在17年前被宣布为国家级开发区的时候 这里还是一望无际的农田 1992年 浦东开发的战略目标 被写进了党的十四大报告 这是党的代表大会 第一次具体部署一个城市的经济建设工作 从此 这个中国最大 也是世界上最大的开发区 成为推动中国经济增长的重要引擎之一 浦东开发和许多同样发端于1992年的经济事件一道 成为明确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目标的中国权力起飞的写照 正是在1992年 上海宝山钢铁集团扩建工程建成投产 宝钢成为中国最具竞争力的钢铁企业 王君尧在浙江创办国内首家包机公司 被誉为胆大包天 刘永豪在四川成立希望集团 这是中国第一个经国家工商局批准的私营企业集团 王选在北京研制成功世界首套中文彩色照牌系统 他领导的北大方正集团成为推动信息化的先行者 从这一时期开始 中国的出口呈现高速增长 中国制造开始走向世界 同时一批大型跨国公司逐渐成为来华投资的新主角 1993年 世界500强之一的摩托罗拉公司 把全球董事会从美国搬到中国来召开 董事们乐观地认为 中国将是摩托罗拉全球增长最快的市场 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这一目标的确定 在给中国发展注入新的强劲动力的同时 也为政府解决发展问题提供了全新的思路 而一次由十多亿人共同参与的伟大变革 注定不会一帆风顺 1992年8月5日 一个重达18公斤的包裹寄到了深圳市 包裹内是2800张身份证 五天之后 一百五十万股民汇集了两千多万张身份证 从全国各地南下深圳抢购新发行的股票 最终酿成了中国股票发行史上的810事件 这次极端的抢购事件背后 透露出1992年独特的经济温度 伴随着普通百姓对市场经济的热情 从1992年下半年开始 通货膨胀的问题出现了 钢材 水泥 木材的价格 比上一年上涨50%以上 全国消费品价格平均上涨了13% 如何才能让过热的经济冷却下来 同时又保持发展的活力呢 作业即使出台了 加强和改善宏观调控的四六条措施 这四六条适应建立社会主义时长经济体制 改革的新形式 主要应用经济手段和法律手段 这是这一次宏观调控 和过去宏观调控的主要区别 政府管理经济的方式开始发生转变 三年后 通货膨胀率从最高时的24% 降到了1996年的8% 同时依然保持了9.7%的经济增长率 人们形象地把这次利用市场规律进行的宏观调控 比喻为软着陆 政府の役割は基本的に変わってくるわけですね 市場経済が順調に発展するように そのための政策を政府はやらなければいけないわけですね 由计划经济体制 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转变 实现了改革开放新的历史性突破 打开了我国经济 政治和文化发展的崭新局面 到20世纪末 我国初步建立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 改革的实质是利益格局的调整 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初创的年代 那些曾经支撑着共和国经济大厦 为新中国发展 做出巨大贡献的国有企业 有很多在市场竞争中举步维艰 许多国有企业的从业人员 因此经历了一段难忘的日子 在转向买方市场之后 市场经济的催生催死 优胜略态机制开始发挥作用 这就使国有企业低效率的矛盾充分暴露 在这个时候国有企业大量亏死 有的地方70%左右的企业亏死 大量职工下岗 有很多企业面临着破产 下岗这个词汇开始频繁出现 根据劳动部门公布的资料 1993年全国下岗职工 累计达300万人 此后逐年上升 到1997年时突破1000万人 在中国经济最发达的地区上海 也有百万工人相继下岗 其中纺织工人就有27万 对外国人也有办公共纪 和其他人都能够做广告 任何人都能够做广告 既今是希望我们的使팅 但这就是大量的费 生意 第二部分在心里 得到人们能够做广告 从老的改善 在经济体制转型中 广大下岗工人付出了巨大的牺牲 为改革的顺利推进 做出了重要贡献 面对短时间内出现的 成千上万的下岗工人 党和政府没有坐视不管 而是想尽办法 加大再就业的培训力度 积极创造新的就业岗位 国有企业改革的步伐 也在不断加快 调整产业结构 建立现代企业制度 转换经营机制 强化企业管理 国有经济的主导作用 得到了进一步加强 十多年前的中国 处在一个极为特殊的时期 新体制正在建立之中 而旧体制仍在运行 早在1990年初 江苏宜兴 一个名叫蒋西培的年轻人 成立了一家生产电线的小作坊 当年实际销售500万元 第二年达到1800多万元 但企业的进一步发展 却遇到了问题 为了获得更大的发展空间 1992年 蒋西培把自己的企业 改变为相伴企业 从而享受 集体所有制的诸多好处 私人企业挂靠在公有制企业之下 这种做法在当时并不少见 这些民营企业家 心里还是有顾虑的 所以我更保险起见 我戴上一个红帽子 我挂靠在一个某一个集体 另一个原因是什么呢 就是当时呢 社会上那些行政管理也好 或者是这个不规范的地方 比如乱收费乱摊牌 尽管政策环境还有许多制约 但由于天生的捕捉市场机会的能力 民营企业仍然取得了 狂飙突进式的发展 在中国的工业总产之中 所占比例显著增加 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 使国有企业焕发了生机 那么国有经济在关系到国民经济命脉的 一些重要行业和关键领域 进一步提高了控制力 与此同时 民营企业也获得了空前发展的 大好的历史性机遇 那么现在我们民营经济 已经成为国民经济中 一支重要的不可忽视的力量 二十世纪九十年代中期 无论是国有企业改革 还是民营企业的发展 都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 建立过程中的积极探索 使我们对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认识 一步步深化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